大家好,我是Flapp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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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Longchus.com,比特爆烈激戰 這個中秋節對於我來說,真的非常開心 因為在吃完燈籠玩完月餅之後 我一日遊戲,打回一轉 哥之塔的連鎖技能終於升到Lv10 全部升到Lv10,非常開心 變身前Lv10,變身後都是Lv10 終於畢業了 其實就是這個神戰士,我一直卡在Lv9 打了很多很多很多場,都升不到 終於在中秋節晚上,就被我升到Lv10 非常開心,終於畢業了 所以我打算在今天拍影片來演示給大家看 這個哥之塔連鎖技能滿了之後 實力究竟又可以去到一個恐怖到什麼地步 好,廢話不多說,立刻入場打 好,就入場了 我就找了這個無窮無盡歷史關卡的龍珠超布羅利 作為這個測試的舞台 用了哥之塔來打布羅利 這樣才符合原作電影劇情 這樣打才爽 一來這裡非常幸運 因為這個哥之塔一來第一回合就出現了 立刻我們可以這一回合看一看 這個哥之塔變身之前 他那個實力是如何 現在這裡可以滿氣的,應該可以開到滿氣的超必殺 看看他連鎖技能滿了之後 滿氣的超必殺究竟的威力會變成怎樣 我記得變身之前是大概220萬 我沒有記錯是220萬 看看現在會有多少 但其實我覺得會跟那個輸出差不多 輸出的輸出 輸出輸滿了之後是大概260萬左右 輸出一邊 已經有捏滿知之彈效器 可以發動更多傳說之力的連鎖技能 幾乎全部都可以發動到,只差一個龜波氣功發動不到 這樣可以看到幾乎100%的實力 我想應該有300萬的輸出 來吧,320萬 變身前已經有320萬的輸出 變身後不敢上將 這裡應該要變身 兩張葛姿塔都變身了 連鎖技能就非常好,兩張葛姿塔很搭 這變身動畫真是很帥 葛姿塔的變身動畫比較帥 但不要緊,實力才是最重要的 先看看他變身後的防禦力是多少 這兩張卡都是那一句,防禦力不太重要 最重要是看輸出 看一看幾乎全滿的連鎖技能 再加上幾乎全部發動了的連鎖技能 400萬 哈哈哈哈哈哈 一來,還沒跌過 還沒跌過 攻防都已經馬上400萬 噢! 噢! 哈哈哈哈 好兇喔,朋友 噢,我們的400萬又來了 啊,神經病 我沒記錯呢 Begitta好像要跌了兩三下之後才有400萬的輸出 但是這隻葛姿塔呢 一來就已經400萬了 哈哈 再跌上去真的不敢上將 哎呀,那我這個位置要吃個道具了 啊,因為呢 被對面的布羅里打到殘廢 真可憐 不要緊,我現在立刻報仇 一個400萬打下去 和他這麼囂張 打得我這麼痛 但是我這裡要吃光他的攻擊 閃,加油 閃光 那這張葛姿塔 Ur這張限定都很厲害 其實真的不是說笑 有一個閃秘的能力 然後有必會心 其實真的很屈肌 那Lr這張不用說 現在看到了,370萬 咦,低了 哦,即是這裡沒有發動傳說之力的連鎖技能 所以那個 那個攻擊力低了 哦,都可以,都可以 都有370萬 所以說連鎖技能呢 在現在來說已經很重要 他對那個傷害的影響 比起更新之前來說呢 是大了很多的那個影響 哦,葛姿塔又出現了 那這一回合呢 那這一回合呢 又可以發動傳說之力了 那這一回合呢 兼且這個 即是看看 看一看先啊 對了,那應該也是 除了龜波氣功之外呢 其他全部都可以發動到的 那又看看他輸出有多瘋 剛才就410萬 那現在已經 跌了幾次了 攻擊力 跌了多少次啊 哎呀,死了 今次我忘了數了 跌了... 跌了三次了應該 跌了三次攻擊了 那這裡就看一看 跌了三次攻擊之後 又會升了幾多呢 那個輸出 但是這裡要吃人 一招必殺技 素石 幸好我用了道具啊 如果不是我這個位 應該已經徐西京 OK 來啦,讀卡模式 啊,還要... 啊,是哦 他被人封了必殺技 那個UR那張葛姿塔 所以這個讀卡模式 就由這個LR葛姿塔來發動了 哈哈哈哈 神經病 哎呀,紅字已經483萬了 哈哈哈哈 癲了爽了 爽死對面 真是熊神不兇 一拳下去 然後再... 打... 這樣呢 一...我爆死他了 打他多爽 哈哈哈哈 哇,這個位沒有會心到的 真是可惜 如果會心應該... 嘩 神經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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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整個總共400多萬 再加一個... 100萬的普通攻擊 再加一個... 300萬的必殺技 哇,合起來 等於總共多少輸出啊 唉,我不會計 我不會計 嘩 我的神經病又出現了 神經病 好瘋 這樣吧,放中間吧 那看一下 現在放中間發動了什麼 都是這樣 然後加多個連 傳說之靈 嘩 不是啊 我會發動了龜波氣功 哦,就是這樣拿的話呢 全部連鎖技能都發動到 哈哈 嘩 嘩,這樣來看看 全部連鎖技能都發動到 那時候的實力有多恐怖 再加上現在還疊了大概... 疊了多少下 好像已經疊了六下了 應該六下了 嘩,這樣看看 疊了六下 那個威力又是如何啊 還要全連鎖技能發動到 哈哈 我已經不膽上將了 我想應該可以上到 五百幾萬 六百萬 六百萬 也有可能吧 神經病 來吧 來吧來吧來吧 五百幾萬 哈哈 差五萬 就六十萬 啊,六百萬 神經病 即是等於六百萬 還未疊滿 瘋的 我還可以疊多幾下 我一定 啊,現在這裡疊了差不多九次了 應該疊了九次 再疊多兩次就疊滿了 那個攻擊力 那現在還未疊滿 都已經 六百萬 這個輸出 所以我先說 這張卡不需要防禦力 真的,真的不是開玩笑 對面呢 都不出兩秒鐘的時間 就已經死了 那你要防禦來把鬼嗎 敵人都不存在了 那都不需要防禦力了 是不是 神經病了 所以我也免得看這張卡的防禦力 但是我這裡呢 都無奈又交一個道具 其實我沒有浪費道具了 我這樣組隊呢 其實就 不太適合打長期戰的 但是我純粹為了測試這個角之塔 所以我做一些 跟這個角之塔的連鎖技能 比較正的角色組在一起 總之就要看到這個角之塔的威力有多恐怖 大家剛才都看到了 攻擊力未疊滿 已經去到六百萬的傷害 神經病 那這裡就發動了 連鎖技能發動得不太好 但是也有六百萬 所以沒什麼所謂 那這一回合完之後 應該就掉滿了 那些攻防 啊 一夜的 對面菲利也好罪 都還沒好好地欣賞這個世界的風景 就已經死了 神經病 那這一回合 角之塔的攻擊力已經掉滿了 那我們就可以一齊來看看 掉滿了攻擊力的情況下 然後再加上幾乎全部連鎖技能發動的情況下 輸出究竟有多誇張 那這裡發動少一個龜波氣功的 不過都不要緊了 那我們看一看他九成威力的角之塔 有多瘋 大概都可以想像到如果發動龜波氣功 會有多恐怖 哎呀他可以逼死我 但是不要緊應該頂得住的 我因為我速屬性的 應該不會死的應該沒問題 但是我覺得這一回合應該會死人 我可能會被他送回家吃月餅 但是不要緊我都可以測試到 滿火力的循迫690 哇靚 那現在可以想像到 如果發動龜波氣功 七百萬的了 一定七百多萬 走不掉 連到必殺技 沒有連到必殺技 但是不要緊 已經夠誇張了 哎呦喂 那結果呢 我又捱多一回合 對面沒有打死我 哈哈 然後這一回合 體傷人組又合體 回滿血 非常好 這個位置 那這裡呢 就這樣 對了 這樣呢 應該又可以發動龜波氣功 對了 應該可以 測試給大家看 連鎖技能全部都發動了的情況下 兼且攻擊力跌滿了的情況下 輸出有多瘋 哈哈 看完這個呢 這個測試就完 了 神經病的 我想應該就 這樣去 然後這裡 我盡量想吃到可以滿氣 這樣 這樣才可以看到100%的實力 然後 OK 沒問題 可以滿氣了 因為這個葛之塔呢 攻擊的時候會自己再加5氣 所以就沒問題了 這個位置就可以測試到 100%的實力了 真的100% 封頂的實力 如果你在這種情況下 再放多一隻 可以加攻擊的 support 給這張葛之塔 應該真是 小飛 飛到上月球 神經病 他輸出 嘩 他先噴東西 應該不會噴死我 沒有啊 沒有啊 巨型號劫 應該沒問題 我50萬血 唉 頂得頂頂頂頂頂 嘩 你車到23萬 神經病 神經病 OK來了 我報仇的時間 一頂730萬 哈哈 如果再放個 加攻擊力的 support 在這裡的話 分分鐘一千萬 輸出 哈哈哈 練多招必殺 唉 沒有 不要緊 已經夠了 噢 視角上好滿足 看到那個紅字 超誇張 好啦 那今次這個測試到這裡就完結了 那我相信大家都已經見識到這個葛之塔Blue 他連鎖技能滿了之後的實力究竟有多誇張 真的非常之恐怖 即是說輸出已經去到700萬的水平 哈哈 好鬼死惡 那而且我這張卡是一突 已經有700萬的輸出 那如果有些朋友仔三突 甚至乎滿星彩星的話 嘩 那我真的不敢想像輸出有多誇張啊 那應該可以去挑戰一下不用道具都做到1000萬的輸出 哈哈哈 1000萬輸出啊 大哥 應該個人爽得飛起 不是開玩笑 那所以這張葛之塔呢 他的單法必殺技輸出 真是好恐怖 應該可以說是差不多整個遊戲最高 那但是如果你說整體輸出 這張卡又未必說是最高的 那因為呢 你拿回一張五周年的Bejita來做比較 我覺得大家的總體輸出應該差不多 因為這張葛之塔變新之後呢 只是有一個全屬性克制的效果 那但是那張Bejita就有一個必定追加必殺技的效果 那所以這兩張卡的整體輸出應該就差不多 就沒說哪一張卡會高過哪一張卡 應該大家不分彼此 平起平坐 那但是兩張卡一定是無用置疑 是爽的了 用來這一點就是一定 爽的了 那就是兩種不同的爽的 那這隻葛之塔就是一種視覺上面的爽的 那你見到那個熊子 嘩這麼高啊 他人就很high了 嘩好高啊好爽的 那Bejita呢 就是一種體感上面的爽 那因為整場不斷連擊必殺技 那就練啊練啊練到你個人很high好爽 差不多整個人跟著一起跳舞 所以兩張卡都一定是厲害一定是爽的了 那所以如果有些朋友仔呢 還在考慮糾結 應該升哪一張卡的連鎖技能好啊 就是優先練哪一張卡才好呢 那我就會建議大家先練這個五周年的LR卡 那這兩張卡都很值得大家去練的 非常之爽的 你升到他們連鎖技能滿了之後 真的用得很high好爽 那這條影片到這裏就完 那如果大家喜歡這條影片 記得按個like和訂閱我的頻道 那我們下次再見啦 拜拜